为推广国产良知名 农粮署举办台湾天团争霸战 以元气饭团组 以及魅力饭团组 两大组进行竞赛 而东区赛有 宜花东地区21组餐饮业者报名 经过专业的评审 试吃品尝 选出各组两名共四组 有四道饭团料理 要代表东区参与全国赛 国民美食持续加温 农粮署举办第一届 台湾天团争霸赛 邀请各大餐饮业者发挥创意 也拿出专业厨艺 透过制作出美味饭团 让大家品尝到最好吃的国产粮子米 农粮署主要的业务 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国产的 那个产销履历米 那我们过去呢 从107年开始 我们就办了这个 碗粿还有炒饭 那现在的话是第三次 我们办这个饭团比赛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呢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国产履历米呢 它有更多的这个创意 更多的创新 然后在我们在消费上的推动呢 它就会更有帮助 那而且我们这个得到冠军的这些优胜者呢 我们还会请他跟我们的这个 其实配合的那个厂商 还有通路合作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行销到我们全国各地的那个通路 那消费者就很容易可以 从这个机会呢 认识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米食料理这样 农粮署也表示全国赛的优胜者将连结通路 在销售市场贩售 这几年下来也确实增加国产米的使用量 创造了高额商机 根据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都知道说 它可以增加单一个那个店的相关的这个 产品的销量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另外呢 它这个年营收呢 total可以有超过一亿的这个营收的增加 对 那从过去的话 这样办到现在呢 大概可以增加二十二万公吨的米的销量 就透过我们这个比赛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这样 东区区域赛在农粮署东区分署登场 来自宜花东地区二十一家餐饮业者 分别在元气饭团组还有魅力饭团组两大组来进行竞赛 最后评选出元气饭团组是九州饭团 远雄越来大饭店 还有魅力饭团组是九州饭团 蓝天假日饭店等三家业者 总共有四组的作品 在12月8号要代表东区角逐台湾天团争霸赛的冠军宝座 戒律会欢迎室报导